大爷来拿两个肚宝 那是大嫂子是吧 是你啊 拿三个这个一个大嫂子 看一个大嫂子就像吃你 好 抱歉 我还活 好嘞 好 大家好 今天鞋菜喽散不起来了 昨天晚上啊 喝凉水吃了两种鞋 这个四点那种 这个肚子生疼啊 就疼回了 但是没喘息啊 今天这个状态就不沾鲜了 并来我打算今天不再拍视频了 但是我一直想今天不拍视频 明天还要去的 挺睡挺电啊 这样的话我就得三天了 不发视频 多说不尊重大家了 今天这个饭就简简单单的 在家里的那个家畅菜 吃了以后就肚子暖和那种 今天不能下牛肢了 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家畅菜 真好 现在开始做 扇不动的呀 用开水把花咖喽烫五盆浓 然后掌口一会儿把这肉给它拔出来啊 把这几个打下的虾线给它挑出来啊 这个虾线一定要挑出来啊 里边太不干净了 你看 然后把这个割了肉给它拔出来啊 这个肉拔出来以后 加入看看里边有煞的哈 你洗一下 要是没有煞的话可以不洗了 这是刺客吧 我的这个肚子哈 还多少都有点个疼啊 就是微微的那么微微的疼啊 所以说呢 现在头脑子有点个不清楚 今天做什么菜忘了给大家说了 大方放上这个大虾炖一个白菜 大虾炖白菜冬天啊 在家里吃太好吃了 大家可以试试啊 然后再用这个割的肉 做一个棉割的烫啊 今天就是一菜一烫 生活被消炕了啊 这个要买大馒头 要买大花圆子什么的了啊 然后再用这个割的烫